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有神不怕他 这个人就是周星驰 众所周知周星驰只要进了片场 天王老子他都敢指着鼻子嘛 而且所有的一切 一切所有都得由他说了算 他大段大段地改戏 方亦华名为监制 实际形同摆设 不过方亦华也不生气 因为他十分推崇周星驰的喜剧才能 方亦华1934年出生 母亲是当时上海夜总会的歌星方文录 至于父亲是谁 目前在哪里 这个话题在家里是避而不谈的 总之 他从小随母性 母亲卖唱 单身家庭 成长在这种环境下的方亦华比较早熟 他从小就洞察美眼高低 但是他从未表露出多余的情绪 天天对着多事之旧的江湖沉静一带 17岁的他便以田歌 名震南阳 被誉为出谷黄鹰 方亦华不仅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和歌喉 他还有着别人难以紧急的同理心 1952年的一个晚上 邵逸夫来到邵氏戏院楼上的夜总会听歌 只见台上的女歌手风姿卓越 声儒应转 他于是送上玫瑰花篮 并欲语之一诉 方亦华谈吐不凡 对经营管理方面很有见地 邵逸夫大喜 因为当时他正打算离开新加坡去香港 开拓他的电影版图 于是力邀他加盟邵氏公司 邵逸夫敢开口 方亦华敢答应 根本不顾自己是炙手可热的歌星 自此俩人认识 此时的方亦华正风18岁 花季年龄端庄秀美 而那边45岁的邵逸夫风度翩翩 事业有成 虽然年龄差立竿可见 可施妙龄女子的青春洋溢 与周年男子的成功风采还是相得一张 交谈之下两人相电恨晚 从小没有享受过父爱的方亦华 对邵逸夫更多的是对待老父亲般的亲目有加 高山杨指 随着交往的深入 邵逸夫发现 方亦华不仅神亮歌好 而且对公司运营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后来在方亦华的提议下 邵逸夫成功地购得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 并且于1967年成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 这不但让邵逸夫刮目相看 而且每次当她愁眉不展 内心深感孤独时 方亦华总能用真振的关怀和恳切的体力环绕 一句话 方亦华提供的暖心情绪价值绝对与众不同 深谓我心 1969年方亦华正式进入邵逸 方亦华一进去就有大动作 她说服邵逸夫启用新人导演李汉祥 李汉祥果然是鬼才 她指导的江山美人 抓新了香港电影票房记录 此处她还高价签下了王祖贤等人 另一方面方亦华在成本控制方面很严苛 负责宣传这一块的邹文怀 原先指示管电影能否叫做 至于成本这块她是不大考虑的 方亦华这么弄她感觉受不了 于是离开了TVB创办了佳和影业公司 当时李小龙想回香港发展 首先想到的就是邵逸公司 李小龙开出一部影片一万美元的片酬 方亦华只肯给2500美元 邹文怀给出了7500美元 所以李小龙成了佳和的旗下一人 从此佳和成为邵逸的强劲对手 可见方亦华的眼光的确老辣独到 邵逸影业从创立到巅峰到低谷 再创TVB辉煌 一路上风风雨雨 勾勾坎坎 既有阳光明媚 也有风雨交加 一直陪在六叔身边的便是方亦华 从青丝到白发 1980年 邵逸夫大量增持股权之后 卓任无线电视董事局主席 1988年 方亦华进入TVB电视董事局 1987年 邵逸夫的原配黄美珍病逝 享年85岁 黄美珍与邵逸夫 从1937年结婚到1987年 整整50年 可谓始见金婚 两人膝下梁的梁女 凑成两个好字 患难见真知 当年邵逸夫因拍摄抗战影片 曾被日军抓斗 正是在黄美珍及其娘家的帮助下 邵逸夫才重见天使 这世间除了生死均为小事 因此即使身边有了红颜知己 六叔也对自己的发妻情深意重 毕竟男人心中总有两朵玫瑰花 一朵白 一朵红 多情总被无情脑 两者均是心头之号 难以取舍 谁用情深谁受伤 为了追忆王妻 邵逸影业停业一年 有人问邵逸夫什么时候把方小姐扶正 邵逸夫回说 没这个打算 而那边的方逸华也是个知足之人 她表示 我敬邵逸夫为老师 老板 朋友和知己 她十分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 不久更多 虽然方逸华从未向邵逸夫提及结婚 但她知道 给自己心爱的女神一个名分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直到1997年 在发妻黄美珍逝世十年之后 邵逸夫才和方逸华来到了美国 拉斯韦加斯登记 并举行了婚礼 1952年 她18岁 青春妙龄的女子戴自归中 1997年 她63岁 花甲这年的老太白发新娘 从青丝到白发 为了一个男人 她付诸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有意思的是 这两个人婚前没有同居 婚后也是各住各的 只有星期天 方逸华才会去邵逸夫那里 和她共进午餐 而且每次也不过是待三个小时左右 邵逸夫和很多女星走得很近 其中走得最近的是曹仲和陈松林 方逸华不期不恼 2000年以后 内地电视剧大行几道 观众对港剧的兴趣逐年降低 再加上网剧的兴起 TVB见显颓势 但是方逸华却显得顾不自封 没有拿出什么好的举措来 而且方逸华为人主观 喜欢根据自己的好恶行事 方逸华出任TVB行政主席之后 第一个就是提拔李宝安 李宝安上任之后 举报业务经理陈志云贪污公款 追查下来多名艺人被波及 方逸华不得不着手进行人事更迭 但是新选的职员有的能力插强人意 使得TVB的事业停滞不前 2010年 邵逸夫卸任TVB行政主席 方逸华接管TVB 2010年3月31日 何王 陈国强等人以86亿港币 购述邵氏兄弟电影公司 所持的TVB26股权 TVB自此易主 2012年 方逸华向无线电视董事局 辞任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属于邵逸夫的电影时代就此落幕 2014年1月7日 邵逸夫辞世 享年107岁 一直到邵逸夫去世 方逸华给人的感觉 只是邵逸夫事业上的帮手而已 那他俩就不谈情了吗 2000年 邵逸夫的生日舞会上 方逸华打扮成埃及艳后 邵逸夫打扮成中东酋长 两人在舞池相舞甚欢 2007年12月 方逸华被记者拍到 赤脚陪邵逸夫在澳门逛街 作为女强人的他也只有在私下 才展示他娇憨的一面吧 邵逸夫晚年身体不佳 往往要方逸华喂饭他才肯吃 在这段关系中 竟想其人知福的是邵逸夫 说白了 邵逸夫有点自私了 明知道不能给对方 以婚姻生儿育女的权利 却以爱之名将对方留在身边 真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他 只要他幸福就够了 再来说说黄美珍 他就真的没有感觉到委屈过 年轻时他也曾和邵逸夫亲心相爱 还和邵逸夫共患过难 然而邵逸夫突然就弄出一个红颜知己 那种被取而代之的痛苦 恐怕是旁人不能体会的 也许方逸华需要的很少 可以从邵逸夫的仰视中感受到幸福 没了邵逸夫的相伴 方逸华就像失了活的乌艳 做什么都是艳艳的 邵逸夫的铜像落成之后 方逸华有时会对着铜像的男子语 只是再也无人回应他 方逸华跟随邵逸夫这么多年 并未生下一儿伴女 好友问他 你这么做值得吗 方逸华羞涩孝道 邵逸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啊 可见被一个人吸引 是会不顾一切的 2017年11月22日 方逸华因病去世 享年83岁 她一生无儿无女 选择像丈夫一样热衷慈善 将自己的板一身家全部捐出 曾经有人问方逸华 为了邵逸夫放弃民愤 放弃生子的权利值得吗 她回答 邵爵逸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啊 在末年 在竞业 她是否曾对这段感情 感到些许的遗憾 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来生再相遇 希望方逸华和邵逸夫 相逢在 她还未嫁娶之时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余杰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